一位外国司机在路上被吓蒙了 注意看前方 有头大熊正坐在三轮摩托车上 原来这里是俄国东部见头 不少人过去有饲养猛兽的爱好 但两年前当年已经不许家庭饲养 不过之前养的不做处理 为验证这头棕熊是真是假 司机家族玛丽追了上去 编三轮摩托正在等红灯 司机一看吓呆了 旁边的男子却淡定笑着 真担心摩托车会爆炸 随后车机就跟在他们后面 路上熊二抬起手里方钩 看来主人平时没想带他出来东方钩 司机超车后发现 熊二一直举起左手 是一主人太快一些 国外养猛兽并不稀奇 一般都是从小开始演 为防止他们伤人自然要喂牌 但国内可不许演啊 几分钟后 在路口又遇到了熊二 男子突然拿出卵法给他 有趣的荧幕出现了 熊二随着的吹起 吹完后转身看了看主人 一朵震惊的样子 感觉是成精了 接着熊二又吹起了 后面等红灯的人都笑话了 不过又被出人打死 熊二还有点懵 这么环保的喇叭不要吗 结果他像金刚似的 拍着胸口让大家让道 熊二抱着头骂巴咧咧 只能拍了拍后背 安抚他别着急 不知道还以为他是人扮演的呢 前方堵车有点严重 熊二性子又有点急 他摆着双手 希望前面的车快点开 看着小车司机忍不住打响 熊二似乎在 明天的拍子 我就下车推并的一拍了 后座男子安抚他说 马上可以走了别急 熊二言不听话 不再拍胸口也不再抱怨 安安静静坐着等红灯 他说回来 也就战斗民族感养这种猛兽 不过待在身边 的确很有安全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